小朋友清澈嘹亮的歌声搭配现场演奏 一顾诗人余光中的诗 让春天从高雄出发 化为歌曲传唱 高雄市文化局选在余光中生日这天 举办纪念音乐会 韩国瑜夫人李嘉芬也出席 和余光中一双范我存女士一同进场聆听 这场演出没有对外售票 许多观众进场时手上都拿着邀请函 因为只有文化局邀请的对象才能参加 虽然一楼八百多个座位座无虚席 但二楼空荡荡 如今也遭议员质疑 音乐会花了一百多万筹备 为何不开放让一般民众购票 文化局只针对特定的对象 跟特定的团体去做邀请 难道一个好的艺文活动 只有韩粉可以参加吗 只有韩国瑜的支持者可以参加吗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啦 文化局澄清音乐会早在两个月前 左手规划 最初就是决定采邀请制 希望让弱势团体可以进场观看 而李嘉芬也确定不会上台致辞或献花 避免纪念活动IP违反中立 李嘉芬平时行程忙碌 23号还要出访东南亚 难得这次出席音乐会 可以忙里偷闲好好放松心情 TVBS新闻 徐继红陈又元 SNG小组高雄报道